MAC VQ 大致部系統 最主要是根據遺傳學跟統計學 這套學術理論已經有300多年歷史了 過去都在研究我們人大腦的結構 以及我們手的一些訊息 這套系統也開發了十幾年 集了各式各樣的統計資料 也快速把學術用的東西把它變成應用面 讓每一個人都能夠簡單快速了解自己 發現自我這是每一個人都在想的 很多人在人的一輩子裡面都常常走的冤枉路 我們也希望說這套系統在我們中國 能夠幫助更多的人才能夠擺對位置 而不是浪費人才虛度人生 168生命科技事業 為了把原來只有少數人可以接觸的潛能檢測 與個人特質評量這項科技發揚光大 讓更多人可以受惠 經過多年努力發展出168iQ潛能檢測系統 168iQ潛能檢測是結合光學、通訊、電腦、資料庫 及晶圓體技術的高科技系統 透過演算與3D奈米取向技術 與數以千萬計的資料庫取得分析比對得到的結果 由左手小拇指、左手無名指、中指、食指、大拇指 依次以90度角度按印在檢測機上 並輸入電腦中做分析 然後換右手 由大拇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拇指 同樣依次以90度角度按印在檢測機上 並輸入電腦中做分析 好,我們食指手都測出來了 好,那我們把它做系統分析 來,你輸入一下你的E-mail或QQ信箱 我們到時候報告就會傳給你 好,預防保健,大家都知道啦 預防生理治療嘛 好,我們現在是來看你的職場能量 好,那我們有簡體版、繁體版、英文版跟日文版 這套系統已經是目前全世界已經在發行了 所以包括你像印度、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 都用這套系統來了解每個人的那種現象 幫助每個人能夠發現自我 卓先生 好,那我們這套系統 我們最主要,我們本報告是提供你最重要的參考 讓你能夠指導你不斷的努力跟學習 做最好的自己 美國曾經 蓋洛普是一個民意調查機構 他曾經在五百大企業做各式各樣的人才的一個測評 發展說每一個人都是天才 只有百分之二十人擺在這位置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走物言網路 那我們剛剛在抓你手的中心的三角點 事實上我們就在抓這些氣泡、細紋、生物質 人的大腦在十六歲以前都還在發育 所以十六歲以前我們盡量能夠養長補短 那假如已經超過十六歲了 那只能養長避短了 手跟大腦的結構在醫學上都已經被 連接人在醫學上都已經被肯定了 那我們報告到時候傳給你的時候 你自己看也可以看得懂 那我大約重點跟您說一下您 行 6%到8.99是平均標準值 9%以上是優勢 所以我們每個都是自己跟自己比 不是跟別人比 因你來講你的執行力很強 謝謝 然後你的藝術律動、身體律動也不錯 耳朵聽力也很敏銳 對,沒錯 然後你自己跟自己比稍微弱一點的地方 就是在語言記憶方面 但還是比一般人強還是一般人1.2倍 自己跟自己比相對性的 但是你有好幾個X X就是要刺激 比方說你創造社會能力是X 就等於說你的整合力很強 給你一些資源 你就可以創造出更多的一些東西出來了 然後昨天你本身在自己的專業基礎之上 你還能整合運用外部的專家 而且你行動很順速 不過內心有時候常常會稍微沉澱跟反省 你擺脫過分的對事情的沉迷 你這個思考分析問題就可以激發出你的動能了 但是你有時候要注意要管理風險 風險管理 要做好自我的目標管理跟時間的管理 做好自我的目標管理跟時間的管理 有時候要看清形勢 分好輕重、持之以恆 而且你要相信自己 堅定自己的目標跟信念 你成功就會更快 然後你容易發揮工作技能 包括一些音樂方面 或評定、估算、規劃、組織都有這些能力 容易發揮工作理想職業裡面 事實上來講你也做一些音樂方面 或者商業知情、專業、心理學研究、教育訓練師 都還滿適合你的 然後你比較容易發揮你工作魅力的工作環境來講 你比較屬於一種離不開 精心的監督跟深刻的安全意識 所以所有東西都要安全模式之下 你才會發揮得更好 當然我們最主要說人的未來 不論他品德、學業、成就 都是先天的潛質 加上後天的學習跟努力結合成 所以我們希望這套系統能夠幫助你認識自己 找到方向激發你的潛能 成就你的未來 看一下你檢測後的感想 我的感想是要是這個 挺神奇的 挺有科學依據的 挺不錯的 還就是 說話說是吧 早知三天室 付貴幾千年 他這幾乎把我將來的人生整個規劃都做了一下 已經發現了我的天賦 這對我來說是很不錯的 知道我的天賦以後我就可以好好的挖掘了 以後我要讓我孩子也測 可以讓我看個愛因斯坦